习近平赞金正恩川金会获得正面成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会现到访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时 盛赞他上周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高峰会获得正面成果 并敦促美国和北韩能落实川金会达成的协议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金正恩会面 国营中央电视台报道 金正恩感激和盛赞中国促进朝鲜半岛非核化 以及在保护半岛和平稳定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希望和中国与其他各方合作 为朝鲜半岛建立稳固而持久的和平机制 共同努力达成持久和平 路透社报道 习近平告诉金正恩 他乐陷川金会获得正面成果 就朝鲜半岛非核化和建立长久和平机制达成重要共识 希望北韩和美国能落实峰会的结果 中国将继续在促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扮演积极角色 习近平又说 他也乐陷北韩决定推动经济改革 因为中国本身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放眼整个世界 虽然金正恩此行不是国事访问 习近平给予高规格接待 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以军礼欢迎 习近平热烈欢迎金正恩 而根据央视播出的画面 两人的夫人都陪伴在身边 金正恩12日与川普举行高峰会 过了一周就进行他今年第三趟中国行 据信向习近平说明了川金会概况